台中市復興路上 一棟鑄商混合大樓 下午發生火警意外 遠處就可以看到濃濃黑煙 不斷的竄出 起火地點疑似位在高樓層 從遠處就可以看到 有火蛇從樓頂竄出 警銷人員接獲通報之後 立刻趕到現場來控制 由於起火點就在高樓層 因此遠景立刻在路口 指揮交通 防止車輛在通過 並且讓消防隊趕緊布水線 上去樓上查看現場情況 來灑水灌救 火警意外就位在台中市的 復興路三段跟公里街口 鄰近火車站附近的商圈 那麼下午的時候 突然傳出火警意外 由於樓層相當的高 而消防隊最新回報 是火市已經控制 目前正在火廠裡頭調查 根據了解起火的 這個是台中市復興路三段 上面的東地市廣場大樓 那麼由於當時是有這個建商 東地市集團投資興建 不過建物完工後不久 東地市集團就爆發了財務危機 也因此這棟大樓的商場 從來都沒有正式啟用過 但為什麼沒有使用的大樓 會發生火警意外 那麼警銷人員 現在也在現場調查釐清